从最红大师兄到定格舞王 戏里戏外有何不同 搞怪 呆萌 高冷 爱笑 神剧是怎样开成的 心境男神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要干了 我的纪录片正在记录 青春魔幻偶像剧《五镜奇谈》 目前正在越播 这部从小说改变的魔幻传奇 不顾粉丝作望 成为今年夏天最受好评的仙侠剧 在《古剑奇谈》中 陈伟廷饰演的林月 与李一峰饰演的海里图苏 却同门是兄弟 我们一起向他逃将 铁师兄 图苏自幼被神祭煞气所控 除了从林月亲近 没有其他交好的兄弟 而林月因为与亲弟弟分离 再加上受师尊 子应真人所托 所以对图苏格外关心 在师尊闭关修炼的时间里 图苏的衣食起居 几乎全部都由林月照料 因此图苏对大师兄 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 和感激之情 除了剧中的表演 在前期的宣传中 陈伟廷和李一峰的通力合作 也让两人的友情 在戏外被粉丝津津乐道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在剧中 两人是好兄弟 在私底下 两人又有哪些交往 我跟他分一眼就是在一个 他们在开会 在在横店 在一个工作室里面 然后我在吃饭 然后他刚好也买了外卖 一起吃 然后就站在 坐在旁边一起吃 然后公司的同事就介绍 哦他是李一峰 我是什么 猪排饭 猪排饭 吃不吃 然后他好像点了一个肉沾一份 哎呦这人可以吃了 谢谢 谢谢 好尴尬 其实在原本的小说中 大师兄林岳的出场并不多 在电视剧播出后 陈伟霆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讨喜的形象 成功征服鼓粉和观众 人气飙升 成为天庸城的爆款男神 而喜爱他的粉丝 更是翻出他之前的作品 给他做了一个天马行空的MV 大师兄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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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总是把你持人心想 由观众吸引大师兄 为什么只活在预告片里 对于网友的追问 陈伟霆在微博里回应 大师兄出差了 那掌门师兄离开天庸城 究竟去了哪里了 大家好,我是陈伟霆 请问很多粉丝问 刚刚播出那个古剑集团 大师兄出差了 去了哪里 无见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 其实大师兄出差到北京来 过来吧 你们进来吧 下面就是我一般同事 在聊我的工作 哈喽 哈喽 不要尴尬 我先补装 其实因为最近就这个星期 本来留在北京做一些访问 还有算全 然后没想到就突然间有多了很多访问要做 所以现在我的衣服啊 所有的东西也不够 所以今天一早 其实我又迟到了 我自己说吧 对,我迟到因为要借衣服啊 然后其实突然间工作量多了很多 所以一般同事 现在在安诺 安诺的家里面 所以现在欢迎你们 对 很辛苦 对 你们辛苦了 对 所以最近就工作比较忙 然后我们也 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公寓 就住在他家旁边 又方便我们工作 可以经常聚在一起 这样子 大师兄出差是不是美差呢 我们今天记录了男神的日常 这位在戏里颇受欢迎的大师兄 在戏外又有哪些精彩言戏外 装反了呢 大西红 再拍吧 不要放听话 谢谢大家 他不是装 他很听话 父亲老大 父亲股见其他人收拾非常好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 能不能提前剧透一些 不了 在内地发展的这两年 因为工作的关系 阿诺跟陈伟霆成了很好的朋友 不要紧张 其实我第一次上电视了 继续发 我不发明才能 问我的问题 喜欢自嘲的大师兄 最近在北京过着北漂的生活 他的一条微博调侃 引发了上万条的评论和转发 我昨天休息了 然后在楼上 等了半个多小时 没有计程车 然后刚刚经过 有一个三名车的师傅 你去哪 我说我去这个地方 这里叫一把车 然后他 好像知道了 好像不知道 然后他说 赶快上车吧 赶快吹我上车 我们共坐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上车 然后我不行了 然后我要下车 然后我下了车 然后打给我 他在开车来接我 我到了 我开车到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 一个状态吗 他就是 我蹲着 蹲着这里 蹲着路边 我就蹲着 很孤独 很快 小事绝对不是男神的日常 梳妆造型 还是男神的基本功课 而陈伟霆 在古剑里的造型 也一直被观众 惊惊乐道 我没有戴头套 大师生的时候 我是用自己的头发 然后一出来的时候 太跳了 因为大师生在里面 就是有一个 这个叫美人间 我本来就没有美人间 然后我的头发也不够长 那当时我很担心 因为其他演员都戴了头套 然后我一出来的时候 感觉有 大人觉得真的有可能会怕 大家都不喜欢 为了演好大师兄这个角色 陈伟霆做了很多努力 而这个角色 就是阿诺给他推荐的 本身这个角色 挺讨好的 然后刚好 其实他 平常生活中 是比较贴近 最命的那种三名 还是想让他有个反差 演一下不一样的角色 最感动的就是 每一次他推我 去演 不是男一号 不是男后 可能是男三号 男四号 也不容易 就是 可能是人家 还没看到我的作品 或者是不认识陈伟霆 然后每一次 他听到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 也非常生气 就是说 你试一下 我求一求你 他经常去帮我去求人家 去试一下 陈伟霆 用一下陈伟霆 所以是 在 这一年的那个过程 其实我是非常信任他 福建奇惨里的四大男神 在播出后 都收获了观众认可 在播出前 他们可是相当忐忑 我们对于我们的前路 也不太 没有信心 我们只知道拍了 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一部很好的一个题材 大家关注度很高 但是有可能会很好 有可能会非常不好 就是因为 太多人会去看 或者是 如果大家都觉得 我们演的不好 怎么办呢 观众的认可 和分剧他来的合作机会 让陈伟霆的北漂生活 忙碌起来 健身最重要的就是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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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用力的时候 呼 请他做健身教练 呼 我要吃吗 太重了 太重了 对不起 健身对于艺人来说 是为了保持身材 再正常不过的训练 而健身对于陈伟霆而言 除了塑形 还有特殊的故事 因为第一个电视剧 在横天拍 然后当时我不知道在横天有一个健身房 然后 其实我就在网上面 订购了很多健身的技巧 然后放在我的房间里面 但是我的房间也不够大 所以就放了下几个哑银 对吧 哑银 然后后来他到我房间 发觉我很喜欢做运动 然后就 他就带我到很大的一个健身房 然后就一起开始 做运动 但是我运动 完全是因为 看到他的身材吸引了我 我当时 因为我当时是 你说好一点 不要让大家误会好不好 他是有女朋友的 因为我股子 我当时 看他六块腹肌 然后也很转 我那个时候很细的 然后就 被他感染了 我就一起去锻炼 然后就天天跟着他聊 哦 好累 平常今天没有 没有 摄影 没有那个镜头在这里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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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今天没有 他其实很好玩的 他有时候 健身的时候 他会对着镜子 自己录起来 然后就会看得到 你的拍戏就是一个体能上面的训练 因为 有时候 尤其是电视剧 电视剧一拍就要拍三次 每次我只要跟他讲 要拍下一个新戏的时候 他都不关心这个酒店 他只关心这个酒店 附近的什么健身 有没有好的健身法 为什么健身 因为 我本来我的身体不好 小时候 然后我的 整个那个状态 也不是很健康 那一种 然后 刚刚 签了公司之后 其实 等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机会出道 因为我们 通常新人 一到我们公司 就是去 训练 去学东西 的那种 有 有 试过 有一段时间 不开心 或者是 更加 颓废 然后 我的家人看到我这样子 觉得 这样不行 然后就 跟我说 你要运动 因为 你没有机会 不要说 人家不要给你机会 还是你自己 永远都没有准备好 你自己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会 好好把握 那些机会 然后当时候我就 为了让大家觉得我 怎么说 为了大家觉得 我有一些改变了 然后我就 去健身 然后差不多每一天 都健身 每一天花三四个小时 去健身 然后去把我的身体 念好 那年就是 他在我门口 走过来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有个帅哥呢 样子都变了 好像 感觉是成熟的一点 没有什么小朋友 然后 就公司给我一个机会 就当时候出道 就 进入那个组合 Semboys的那个组合 然后慢慢就 到现在这样子 差不多 这个还行 每个动作 做四组 如果好饿 可以去吃饭 出差的大师兄 饮食起居 可不像在 天庸城那么规律 不幸福 你们女人还没吃 他们全部人都没吃 我们才不幸福 你知道吗 就是 我饿的时候 我可以叫我同事 帮我忙 对吗 然后 然后大家也很在意我 你那不乐 你非常问我那不乐 你那不乐 但是有没有问过你那不乐 对吗 匆匆吃完午饭 陈伟霆又跟同事们 赶往下一站 陈伟霆在香港 是以歌唱组合出道的 有人说 他现在一夜爆红 其实他已经在娱乐圈 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女王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一首歌 对于我来说 因为是跳一个比较旅行化的舞步 但是出来的效果 没有预期中的这么好 但是突然间现在真的没想到 好像发梦一样 就大家会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 我有这个出传节打算 在还没有出道之前 当过一段时间模特 然后也是经常拍角量的 其实 艺人的工作很慢 人差不多来来去去都是这样 我觉得最好玩 就是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还有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拍戏可以挑战不同的角色 然后舞台上面就可以 我们一次到舞台上面跳舞的时候 感觉很舒服 就是把生活上面所有的压力 在舞台上面 relax出来的那个感觉 可以说吗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爸爸 很早就去世了 然后就是我家 大家说我有钱 有钱真的不是 因为我妈妈很辛苦 辛苦养大了 我姐姐 还有一个哥哥 三个人 当时候最 为什么会孝顺 对吗 说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孝顺 就是我们知道 我妈妈很辛苦养大我们 都迟到了 对 这个星期我每天通告 给人这个印象 就是迟到 其实我真的不想了 已经真的太堵车了 没有信 一条腿的香 一条腿的香 这也叫爱好的 外形 那就是男神级别的 脸孔和那个什么 然后比较上相 然后 我觉得属于什么灯光 什么灯光都比较适合 在工作的间隙 有一些喜欢陈伟婷的粉丝 签来探单 我是那个温柔安的书名 所以就是这个电视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关注了 今年古剑的时候 我现在先蒙上了那个 就是大师兄 然后前几集看就觉得 挺好的 后来去多了解了一下真人 然后就觉得这个真人 比大师兄更好 然后就迷上他了 对于这些支持自己的人 陈伟婷几乎是有求必应 但是对于别人关注的 红不红 他有自己的见解 我现在人家每一个人都说 你红了 你火了 现在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觉得 红的定位 可能大家不同 对吗 因为来说 我可能现在是因为一个角色 然后大家从一个角色 这个平台认识陈伟婷 然后现在的话题 然后比较多而已 我觉得红不是一下子 突然这样 很多东西在 很多话题在说你 这个叫红 我觉得真的 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红 成长路上也曾沉寂 是什么 帮他走出低谷 一国求学专攻舞蹈 是什么 让他一直坚持 心境男神成长时 我的纪录片正在进 我的纪录在进去 因为慢慢开始30岁了 现在的陈伟婷身上有很多标签 之前常年被香港媒体 冠上万年新人王的称号 一直说到自己 到底何时出道 他还有些尴尬 有时候人家问我 你出道了多少年 我这个比较尴尬 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应该算是出道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因为我17岁的时候 已经参加比赛 已经欠了英华 但是我真正能够出道的时候 是一个组合 Sumbboys的一个组合 然后是四五年之后 然后我应该从我参加比赛的时候 开始算 还是从我发第一张撞击开始算 对 就我不知道 但反正 反正也一段一段时间了吧 在香港 对 所以没啥 作为意义点 很多时候 优点和缺点都会在美光灯下被放大 陈卫庭享受过鲜花和掌声 也经历过绯闻的困扰 我喜欢我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就是 当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是 为了钱去工作 当时是真的是这样想 就是反正如果我不出去做那个活动 我这个月都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怎么办 因为提示我从十多岁 带到现在 他怎么多年 付出怎么多 怎么努力 遇到很多 不开心 或者是不顺利的那个事情 可能之前几年都非常辛苦 因为一直等待资亏 现在终于资亏出现了 我希望他好好去把握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跳舞 跳舞也算是一种运动 有时候我的家人觉得我很变态 因为有时候在香港当我就是 我有可能会不开心 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很想每天都要工作 无论是什么内心的工作 拍照也好 跟粉丝见面也好 开会也好 我就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人 当我停下来 我也会想 我接下来演什么角色好了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计划我的工作 我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人 所以 接下来 我最希望呢 就让自己 整整整整就不要再等 选秀歌手到反串女神 就在这个地方 古剑少侠马天宇 我不怕 下周三 古剑男神传 带您走进三萌男神的世界 谢谢 好